要更好的打击 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近日离水庆园警方是引进了击毒新神器 该设备可以迅速识别吸毒嫌疑人是否吸毒 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昨天 庆园警方对辖区重点场所进行相关禁毒检查 在对KTV展开例行检查时 民警使用的这台类似VR眼镜的检测仪 就是击毒新神器 被测人员戴上这个击毒新神器后 配套的平板电脑不一会儿 就能得出被测者是否涉毒的结果 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KTV60多名工作人员就全部检测完毕 平常都是用尿检 尿检的话不太方便 而且时间比较长 这个的话测一个人只要30几秒 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 据民警介绍 这个击毒新神器是根据人的瞳孔 根据光照的不同发生缩放原理 检验被测人员是否涉毒 吸毒人员瞳孔对光照的缩放反应 与正常人是不同的 如果符合吸毒后的反应 测试仪就会显示异常 民警就会对当事人做进一步检测 该击毒新神器的投入使用 可减少尿检取样的尴尬和麻烦 并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 记者徐博文 编辑报道